7月2日高峰鸾云平全国巡演太原战如期举行 现场可谓笑料不断掌声不断 观众们开心演员们也是非常的激动 看得出来演员们准备的也是非常的充分 高峰鸾云平三场换了三种不同颜色的大褂 俨然成了大褂时装秀 不得不说非常用心 作为助演陶阳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 一开场陶阳就唱了一段二人传的靠山调来带动气氛 第一次听到陶阳唱二人传 粉丝们也是非常的惊讶 粉丝们也是纷纷的调侃 陶阳这是打算去留老根当交换生了吗 神大义工啊 尊一生各位朋友 要你们适应啊 感谢您白忙之中 天来捧场啊 能不能齐刷刷的 再听相声的同时 还能听到陶阳的二人传 不得不说给了粉丝们很大的惊喜 在反场的时候 看到陶阳调皮的向大家问好 副总鸾云平还爆料陶阳有一个外号叫纪小兰 原因就是铁齿铜牙 陶阳还配合的刺了一下牙 看到副总给陶阳扇扇子 网友们都纷纷直呼 副总亲自给扇扇子太宠了 还有网友觉得 小陶阳这次出来演出好皮啊 看样子就知道他非常开心 网友则表示 陶阳一直很皮 看到陶阳皮的样子 网友们也不禁回想起陶阳小的时候 当着郭德纲的面 陷害岳云鹏 让岳云鹏挨训 舞台上唱双簧 调侃郭德纲 从小就欺负郭麒麟 如今郭麒麟提起还气得咬牙切齿 这一幕幕都让大家难以忘怀 不得不说 太原演出还是非常成功的 也期望后面的演出能够如期圆满的举行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